兄弟们,鲁班虎年限定皮肤即将上线 这是一款传说限定皮肤 而目前鲁班有两款传说级以上的皮肤 分别是电丸小子和星空梦想 上期给大家对比过电丸小子 今天我们就拿鲁班的虎年皮肤 对比一下典藏皮肤星空梦想 看看两款皮肤之间的差距 出场动画 因为虎年皮肤是新皮肤 所以觉得新皮肤的出场动画的内容更有趣 而星空梦想在原地还会蹦蹦跳跳 这一点是虎年皮肤没法比的 普攻和被动的效果 个人觉得虎年皮肤的效果更好看 特别是被动 看起来更凶猛的样子 一技能特效 虎年皮肤丢出大黄 落地后还会有大黄的头像出现 星空梦想就显得太过简单了一点 二技能特效也是如此 虎年皮肤丢出的是大黄 而星空梦想丢出的是无人机 三技能虎年皮肤悬空的是大黄 而且从空中丢子弹的也是大黄 而星空梦想的表现就显得差了很多 星空梦想比虎年皮肤好的地方就是走路的随机动作 持续时间比虎年皮肤长 这样更容易挨揍 待机动作 看的感觉有那么一些相似 最后就是回程特效了 个人觉得虎年皮肤的回程特效会更优秀一些 毕竟元素多 星空梦想就爆一个火箭飞回家 就没其他的了 总体来说 虎年皮肤的特效比星空梦想更好一点 不过星空梦想是点藏皮肤 可以用来装13 当然鲁班的电丸小子才是最具性价比的一款皮肤 因为可以不用花钱就能免费得到 那么大家更喜欢鲁班的哪一款皮肤呢 欢迎留言评论